奶奶,这些是给您的 谢谢 听我孙子说 这个大小伙 是大公司的老板 不抽吃穿 每个星期都来帮我整理废品 真是个大好人啊 谢谢您的 奶奶,我 啊 奶奶,你没事吧 王灵灵 林小棠 我亲爱的高中同学 你在这儿挺爱的 这瓶子里还有半瓶水呢 你要是遭到这婆婆身上 可怎么办呀 哎哟,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还不是看她可怜 把瓶子给她吗 那也用不着扔啊 我看你这么多年来 还是一点都没变 我变了呀 你没发现吗 我变有钱变漂亮了 而你啊 能弄到这儿捡拉紧 我不管你现在变得多有钱 多好看 立马给这儿婆婆道歉 林小棠 你确定要我道歉吗 确定 你有病吧 他不敢要 给你了 老婆你没事吧 老婆 哈哈哈哈 你老公和你一样捡拉紧啊 你嘴巴放干净点 怎么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林小棠 高中的时候春风得意啊 处处打着帮我的幌子 先爱心 显摆家世 现在 想过有津贴吗 早知道你是现在这样的扮演了 我高中的时候就不应该帮你 那现在换我帮你吧 来 同学们 看看是谁呀 这是我们高中 有钱有言的班花林小棠 现在 她们老公啊 捡拉机创业了 哎呦 林小棠 你老公摔坏了我的手机 出不下了 多少钱 我赔给你 赔 就你们这个鬼样子 赔得起吗 这样吧 假装有个同学机会 你带上你老公一起来 手机呢 我就不用你们赔了 你们这种虚伪的失利 我猜不去 可以 我们小棠会准时到的 那我就恭呼二位了 喂 金秘书 帮我查一下我夫人的高中同学 王玲玲的姓名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待 来同学们 这是我们高中 有钱有言的班花林小棠 现在 她和老公啊 捡拉机创业了 下周有个同学机会 你带上你老公一起来 小棠 你来啦 哎 你老公呢 他去厕所了 过一会就 小棠 不好意思啊 我明知道 你和你老公 需要电电解答机 还让你来参加同学机会 你们明天 会不会没钱吃饭 小棠 吃饭了呀 哈哈哈 你 所以呢 你老公不来啊 大家都能理解 毕竟 他要支撑你们全家的事业吗 哈哈哈 哎 宝贝 这位 就是你说你那捡废品的高中同学 是啊 哎 小棠 这位啊 是我老公 周氏集团的主管江城 原来是周氏 原来是周氏 是他 哟小棠 你老公来了 还穿了西装 在垃圾桶里剪的吧 江城 你快看 人家这垃圾桶里剪的衣服 看着还挺人猛狗样的呢 哈哈哈 哎 你做什么 不是哥们 我说 你穿这垃圾桶里剪来的衣服干嘛 质量这么差 你这样 回头我送你几套好的 这毕竟同学聚会呢 所以哪日 咱都能太丢脸 哈哈哈 哎哎哎 来不来吧 先吃饭吧 先吃饭 哎 林小棠 看你这么辛苦 要不要 我让我老公江城 给你老公找个工作吧 什么工作啊 我老公呢 马上就要继续入股 周氏集团了 下面管上 三十多号人呢 让你进去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是吧老高 哎 喂 低调点啊 这 小心身份人气 忌妒 我为什么要忌妒你呀 我老公 可是周氏集团的总裁呢 哎呦 林小棠 你还说你不忌妒 你看你 都忌妒产生幻觉了 你老公 好剪垃圾成为总裁的吗 说完了 没有 你老婆说你是总裁 那么 总裁大人 出来讲两句吧 你老公穿了西装 在垃圾堆剪的吧 还挺人模狗样的呢 哈哈哈 我老公 可是周氏集团的总裁呢 好剪垃圾成为总裁的吗 那么总裁大人 出来讲两句吧 江城市了 二一年进了公司 在职期间 多次剽窃同事的技术 纠战缺潮 现在 你的技术入股司格取消了 人 公司也不会 撞 接着撞 总裁大人 撞得好香哦 瞎说什么呀 我是不是瞎说 你很快的是 喂 江城 明天你不用来了 上面查出你这些年 一直感觉他人意图 不仅入股自责去查 后续还会对你 暴力对责 周总 刚刚是我一直糊涂 你大人不记小过 什么情况 林小棠老公真是周氏总裁呀 应该是 周总 江城 你胡说什么呢 我让你闭嘴 江城 你敢打我 我明明看他们捡垃圾了 怎么就成为总裁了呢 我和云生每周都会去街道做义工 职业不分贵贱 这不应该是你评判别人的标准 你 王灵灵声 江城在公司填写的家庭信息表里 好像是有妻子 但我好像记得 他的妻子不是姓 王小姐 想要钱 还是得自食其力了 我的天呐 王灵灵竟然做了别人家的行餐 快快快快快 我感兴开一批 那我照顾 我感兴开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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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感兴得很香 你也还挺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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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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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吧 好嘞 刚好我这顿饭都没吃饱 一会儿咱们去吃海鲜大餐 尊敏老何大人 这种 这是我买给我老公的五万 一会儿我会叫助理联系你 具体的赔偿事宜 还有你 我给你买的衣服你都不好珍惜 下次再这样我不给你买了 错了 走吧 你都回家 你都回家 周总 您刚回国 问到送您回家休息 不行 对我听说东西的楼盘 这就像两个人是吧 我去跟您说 好 对 车你送去保养一下 好的周总 那我让人给您送他衣服过来 不用 我告诉你啊 灵 我们公司可不养闲人 三天之内再开不了单 收拾东西里面滚蛋 听清楚了吗 明白了 您好 我请看看房子 马路对面有广告牌 那儿看去 我不看看手房 哼 先生 您啊 可能误会我的意思 我们这儿呢 卖的都是江景别墅 豪宅 你啊 来不及 先生 您看一下我们的户型图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吧 哦 哎 傻呀你 这人兜里看了就没什么钱了 没什么时间 既然来了都是顾客 咱们何必以貌取人呢 我给你拆 怎么着被闯了 先生 您这边请 哦 先生 这就是我们楼盘人大致情况 您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你介绍的也很详细了 不过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为顾客服务怎么能算是浪费时间呢 我带您去休息区稍坐一下吧 您可以吃点小零食 我再给您接杯水 好 谢谢 先生您稍到 我去给您倒杯水 好 是不是我的车吗 人呢 你们这都没人的吗 哎呦 先生 您是来买房的吗 废话 你们这也不卖车呀 呦 门口那辆耀眼的豪车就是您的呀 不错 还算你有点见识 那当然了 您可是我们这 VVIP客户 VVIP客户 来 里边请 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想演 对不起对不起 雷晓 嗯 江丑 怎么 认识呀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那个穷酸刻薄作惊轻的 哎 你当时过分手 就是想我没钱呢 结果怎么着 我现在开一号车买别墅 是你 却只是这是一个小乡 都会吗 哎呀呀 看看这接地气的样子 没想到你之前的品位这么差呀 江丑 你就这么说我的 你失业在家的那几天吃的喝的用的 还有你身上这衣服 裤子和手表 哪样花的不是我的钱 喂 别说 里面这什么服务态度 哎 你们别生气 咱们啊 新开房 不跟那一般见识啊 走 等一下 我今天就要他来给我服务 你当时过分手 就是想我没钱 我现在开一号车买别墅 是你 却只是这是一个小乡 你失业在家的那几天 吃的喝的用的 还有你身上这衣服裤子和手表 哪样花的不是我的钱 没放 别带 等一下 我今天就要他来给我服务 把我们俩伺候好了 我们一高兴买个两三套 还能给你充点业绩 对不起 我还有客人 嘿 哪儿呢 这儿 就你 我看你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你们这儿也不怎么高档 什么阿猫阿狗都往你放 所以就把你们两个也放下来吧 你 你 别别别别别 我这就哄得走 拿上你的吃了身外边出去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大客户 你别跟我调练 这事你要是跟我狂啊 我让你吃不了 走 你看一下我们这套户型呢 和刚才那套相比 我渴了 帮我倒杯水 好的 我觉得他这套还行 刚才那套的小了 我不喝冷的 换杯热水 您稍等 你还烫死我呀 这么多待一个女生 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我教训她关你什么事啊 她这样笨手笨脚的 连人都不会伺候 我该被气 仗着有钱 通过欺负弱者 难满足你们自己的虚荣心 你们还真是破锅配烂干 你真正对 你咋来的你 还敢在这教训我 哎 你 让你进来 已经是优待了 告诉你啊 这位可是我们店里的财神爷 你要得罪的这位爷 我让你吃不了兜了 赶紧给我滚蛋 你好大的胆子啊 敢让总裁滚 哎呦 秦总主 什么份把您吹来了 这位就是刚刚回国的周总 现任周氏集团总裁 你是周总 你仗势欺人败高踩低 大坏公司行象 哎 周总 我错了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是总裁了 所以换了一副罪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 好 我再送你一个误会 从今天开始 你得辞退 这组管的位置呢 就交给他来吧 我 你可以滚了 不是 周总 周总 还真让他撞上狗屎针 江城 让你修车 你居然敢开周总的车 出来照片 他刚刚说什么 修车 所以你就是个修车的 不贝 就我跟你解释 这个骗子 文贝 询问问修车航 将这种 私自将客户车辆开走 人工 周总 周总 是我建议你来 是我他木斯这种 你这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不饶了我 你不应该跟我说 你应该跟我说 小达小达 过去的这都是我们 你就看在他们多年的情分上 我的周总 你能忍耐我这一次 我饶了你 行 等我解了这几年的气 我就考虑一下 是是是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是人家 我不想 我是人家 我不想 我是人家 我不想 行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 哎哎 我现在就给你 周总 你要是 林六部 林六部 我现在就 可爱 我 我 他 我不想 好